哈喽大家好,九哥 这我们来跳到狮城的外围 我们看狮城上空也是秘密麻麻 很多小黑点 所以先去一个红仓 有人要和我们卡房去 刚进去就看到一把M4 而且对方迎面而来 这不是和平基因 这是运气基因 狮城外围的这些野点 其实还都挺肥的 我们开车过来 来到这片房区 刚才这里出现过枪声 我们先下车 找尋对方位置 他是躲在了一个树的后面 那我们就直接可以丢个雷 卡好守雷的时间 刚好是落在他的身边 直接炸掉 这开局其实也不久 对面已经是个独狼 也是够惨的 我们这里来跟队友会合 来到圈边位置 队友突然被击倒 我们也是马上锁定对方位置 就在对面山头 想直接压过来 我们这里一波三倍镜扫射 完美全摄一下 什么叫做人体瞄边 当然这是一个错误的示范 我们再次一波三倍镜扫射 放倒一个同时 他的其余队友 可能已经有到达我们近点的 我们不敢贸然的往前面压近 先把这个倒地人虫给他补杀 先卡入这个斜坡 看一下对方的位置 果然有人在我们近点出现 在这跟他对枪 往斜坡后面躲一下 然后再闪伸出去 把他给暴头击倒 然后再来看远点 还有一个再往前面压近 看到我之后就直接想跟我们对枪 其次也是非常暴躁的 把他给击杀 完成灭队 开始来到白圈的边缘 而且队友的话 是在遭遇到这个山头的一个输出 我们看到对方位置 看能不能打一个侧身 对方露出来一点 他又缩了回去 好像有其他的枪声 也在打我们面前的对手 果然是有一个倒地的 那这阵头的话 是可以直接补杀掉 然后再来看一下上面这个 再次一波扫射 他现在是不知道该往哪边躲了 好像是皮卡托方向一种在打 可以往前面去压近了 发现我的人头也被抢了 护抢一个人头 谁也不亏 看到前面果然是有人跑了过来 我们这里的话 先去打一个侧身 成功偷掉一个 另外一个是躲在了邪坡的后面 想把这个倒地了给他补杀 而另外一个又是漏了出来 我们现在再开一个地铁枪 那他一漏出来 肯定子弹就全部被他给吃了 在一个全面位置 准备开车进圈 但是队友怎么突然就被人给放倒了 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谁在侧面打我们 发现了一个 先锯了一枪 但是对方是一个三级头 再锯枪同时 对方是移动了一下位置 没有打到 那我们就先去扶一下队友 因为两个队友全部倒地 看着对方是躲在了石头后面 如果他没有刻意疗香 那我们就可以一枪直接去杀 随后开始来到了一个半山洋的位置 路过了辆跑车 我们这里就可以一波扫射 跑车的耐久度是非常容易被扫爆的 但是对方那个车 这么翻滚着 我还是很难一艘子弹把他给爆掉 车停一瞬间 想通过把车爆掉 把他给炸掉 但是没想到他是及时的下池 躲在了一个斜坡 不过还是能够扫到一点 把他给直接抱头击倒 车上就他一个人 还浪费了我好几座子弹 把他给击倒之后还没有办法补杀 而且此时身后出现枪声 队友就马上被击倒了 我们赶紧找寻一下对方位置 看到他了 原来是在比较偏山顶的一个方向 圈也是非常小了 我们就赶紧补充水量 准备进圈 来到一个厕所 然后再去看一下 我们之前待过的那个山头 山脚下是果然看到有人 他就得趴下了 好像是在加血还是在干嘛 我们就先是一枪把他给拘倒 然后他队友是疯了眼 我想去扶 但是我们用步枪直接补杀 之后再来看一下 这个安全区的一个圈形 对面马路不在圈里 那就优先的把要跑圈的对手 先给他堵掉 但是也要小心 这个圈里面人啊 弹乱补杉 王雀在后 这个圈外的人的话非常痛苦 我们现在是有掩体 而且这个马路 基本上他们是没有办法跑的 在这里倒地想去扶 我们就再次一波扫射 毒圈已经越过他们 没有任何的悬念 直接带走 结果场上还剩下两个对手 看到一个是想拉枪线 打我们测试 我们就在这发现之后 直接跟他对枪 我们是有一个掩体的 而对方是没有任何掩体 强行对枪 也是过于勉强 这个围墙 还是干城区的一个圈边 而且是处于高点 还不着急跑圈 但这个时候枪声是突然在毒外传出 在打我的一个队友 那他的话自己本身也要跑圈的 我们只需要把他给活活卡死 但是没有任何的竞选可能 成功击杀 完成最后的吃鸡 喜欢视频的话 别忘了关注 点赞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